大家好,我是班牙,今次開箱就跟大家帶來這部Tiny微影會員限定的BMW 5 Series F10 由於微影百足那麼多爪,它的車有台灣,澳門,泰國,英國,有英國,但有出的就算了 這部F10因為是香港,因為它是用香港車牌的 例如說澳門有一個RAV4,它也是用澳門車牌,黑色的,不需要買 黑色的,除非那款我真的很喜歡,我才會買 例如說TommyTed的Nissan Prince Royale 那部車真的只有黑色的,當然要買 而且這部車真的不錯,但價錢會不會貴一點,就真的貴一點 因為它又沒有什麼特別可以開箱 開箱了,開箱了,弄得這麼久都能不能開 整分鐘都能不能開 我拿起之前出的白色來做對比 那些工具都不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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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到了 所以我用鐵的工具夾開 因為最近微影的紙盒是很硬的 我一定要用工具附上去開 否則一開就肯定會爛 唉,你媽媽 開到了 這部是銀色的,這部是白色的 我看到很多地方都還有 拿這部是銀色的,這部是會員限定 好像都斷了貨 我想它會翻貨 我想它會翻貨 我放回來,給大家看看 放下來 那 看到又是這個問題 那個物質質的這條線 我也不想 因為我剛剛做完那部Hobby Japan之後 我現在整個人寬容了很多 對著這樣的垃圾車 再看看這部 是不是真的覺得純眼妝好多呢 嘩,真是好帥 真是好帥 真是好帥 沒有什麼大問題 真是好帥 頭淡 頭淡 軟一點 有什麼帥的所謂 起碼可以動到 Hobby Japan說 不能動到的 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個卡鉗 是會夾 是會頂著那個輪子 大家都不能動到 你一推 卡鉗就會磨住 然後磨完 就有一塊紅色的 好帥 真是好帥 你看看 這個動到 沒有黑碟 沒有卡鉗 不要緊 動到就可以了 開到門 知道嗎 多帥 好帥 幸好沒有刮花 慘得過 一出廠就花了 你看看 Hobby Japan的FD2 就知道什麼事 一出廠就花了 看嗎 起碼 保馬車章 多端正 車頭那個 都是 起碼 車章 不會走來走去 這個都算正 看完Hobby Japan的 紅色Conda logo之後 你就會發現 這個真的好帥 真的好帥 你看 推倒的 好帥 好帥 白色的 這兩架出了一架 一白一銀兩部 銀色寶馬和白色寶馬 是最常見的 這個顏色是香港街頭 你不會有人看到 駕駛著 紅色的5Series在街上走 紅色的可能是其他車 可能是2Series 是不是2Series 那本是1Series 不記得 這款很複雜 M1 M1那輛可能有 是不是M1 還是M3 M1 還是M2 總之很短的 可能有紅色的 就是那些跑車款 但如果說 寶馬房車主要都是這些顏色 藍色都少 我知道車廠有offer 很多不同的顏色 但到最後到頭來 人們都是選白色 銀色 黑色 對了 說漏了 忘記了 之前推出的那部 要人保護組 其實都是黑色 可以開來講 還差點漏了 還差點整裂 還差點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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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黑色那部 我怕會起診 我還要為神推鬼公買多一架 如果觀眾有興趣 可以和我買 黑色那部 要人保護這部 我怕他會起診 我怕他會進入防潮珠 那部我沒有了 因為我還未開 大家看到這部 黑色是很黏塵的問題 我都不知為何自己 唉 看見這部 第一次推出這個帽子的時候 就用了這個 放在要人保護組的車上 及後再出白色 然後再出銀色 讓大家看一下 三部車拍在一起 其實那些 又不是說很差的 也是那個問題 那個美猴印了在泵靶裡 你看看 很厲害 我也不知道說什麼 起碼美猴印了也不要緊 尤其是美猴不要走位 就像Hobby Japan那部 披露一樣 美猴可以一高一低 美猴可以雙出 一高一低都可以 然後我要用手指 扔一扔它 它才會正常 真的很厲害 還好意思收我180元 你媽的 明明在說眉影 大家覺得美猴是不是好多 看完Hobby Japan那部影片 就覺得美猴已經好多了 真是 你媽的要捧上神台 知不知道 Eno也要捧上神台 你買完 買Hobby Japan的1-64 買完回來就覺得 Eno其實好好的 知不知道 將來見到別人 Eno老闆 不是方丈 Eno有另一個負責人 你見到他真的要多謝 跪在這裡拜 還要扣頭 你看看Hobby Japan的 你不跟他扣頭 見到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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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負責老闆 都要扣頭 你媽的 你看看Hobby Japan 這麼傻的垃圾 都可以賣這麼貴 別人 人家負責老闆 都開善堂 真是 大哥 人家負責老闆 加了原價出來 都比Hobby Japan 還要很便宜 我真的見到他 老闆真是鬼 在這裡拜他 好了 今集說到這裡 下集大家見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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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